台湾五大名嘴之一 郭正亮竟然独家入驻头条了 根据台海网的报道 接日刚入驻头条的郭正亮 两天粉丝量就已经突破10万 身为30多年见证大陆崛起的两岸过客 他表示 对时代巨伦的突飞猛进感到无比的敬畏 希望能够透过头条视频与大家结缘 会真诚坦率的回应热搜的问题 满足粉丝愿望直面揭秘个人历程 并且持续分享真实的心得感悟与最新消息 犀利发表深度观点 激发出更多的正面与理性的共鸣 并且在终究之际驻两岸团圆 据悉郭正亮此前回答 关于怎么看待华为Mate60 Pro 他直言关注华为很久了 自己也想要华为的Mate60 并且大赞任正非是中国的脊梁 因此对于他的入驻 很多熟悉他的网友们 也是纷纷热烈的欢迎到 亮哥论据扎实不信口开河 不硬拗最汉好亮哥了 刚刚看完亮剑台湾得知 亮亮入驻头条特此来祝贺 希望有更多的大陆观众认识亮亮老师 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声望 难怪郭正亮能够一入驻 投票就涨回10万 最后呢我也想在这个中秋之际 真诚的祝愿 延安团圆